前天的视频火了,火了之后,因为现在特殊情况嘛,然后挺多人羡慕我们家这边院子的情况的, 然后之后呢,刚好今天咱们就减肥,就不吃饭了,不吃饭完之后,咱们把这边院子的情况说一下,这是我们家那个对门邻居家的院子,然后呢,怎么说呢,其实院子确实挺舒服的,我们这边普遍情况就是,夏天住院子吧,冬天住楼房,夏天院子可以种菜啊,小孩可以玩啊,这样子是比较好的,所以,现在咱们说一下院子吧,好,咱们就先不吃饭了,天天吃也不是个色, 这是我们家看到了吧,这是我们家对面的院子,他们长期没住哦,这个院子目测大概是应该七八分地哦,然后呢,我们家属于离团厂比较近的,离团部也就是一公里半两就是挺近的,所以因为离团厂近的话,它的价格稍微高点,咱们现在就是介绍的这个这个房间不算,只说地盘,因为因为很多价格不一样,是因为它那个那个房子不太一样,这样七八分地,现在它的市场价格应该是在五万左右上下吧, 然后呢,如果它的房子好一点的话,价格又是不一样,所以咱们只说地盘的地方啊,然后呢,同样这样的地方,在我表哥家九连就是那个方向,九连离团部中心的话,就有三公里半那样的,他们那边这么大一个地方的话,也就在一万块钱上下,咱们不看房子啊,只说地方啊,所以呢,这个价格虽然不算贵啊,但是很多人就想来这地方去住的话,然后,其实院子小活挺多的,然后呢,要是一家人比较多的话,住这样的院子,收拾好的话, 然后有收入,有工作的话,确实很不错,但是呢,现在情况不太一样,对吧,所以,嗯,怎么说呢,现在就是这个价格就差不多吧,也就是五六万买上这个院子之后,十几万盖个房子,十几万装修一下,也就是三十五万,可以有,我们家这个院子当初盖下来之后,差不多四十多万了吧,有车库,有地下室,然后前院后院, 差不多有四十多万了吧,加上后院,加上后面的钱不算了啊,差不多,所以应该是不算贵吧,比一线城市的楼房差远,然后呢,我们家这个院子哦,是二零零零年装修的,我妈妈妈喝茶了是吧,二零零零年装修的,已经二十年了,装修当时确实弄挺不错,但是这个地砖已经换了两遍了,夏天的院子嘛,你看确实就比较舒服, 妈妈,你干吗,我们吃肉了,我不吃饭了,我出去刚刚拍了一个视频,就吃肉开始了,今天装修的肉,今天装修要吃,尝尝呢,所以习惯吧,我还说了今天不吃了,这咋弄?我们想的是你不吃了,我们要吃了,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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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哎呦,你们这弄的个,哈哈哈我们这有这个习惯了,今天宰的牛宰的肉必须要大家都尝尝, 因为按照的应该亲戚老乡都来嘛,今天亲戚老乡来不了,我们自己先尝尝 好好好 少吃点 好好好 你这是纳酥骨头呀妈妈 你这是纳酥骨头呀妈妈 你这是纳酥骨头的肉比骨头多呀 自己家宰的牛反正是气得没那么干净 我妈会蘸纳酥糖糖蘸上吃 这样吃不腻 不腻哦,瞎子就好 我今天这减肥子减是不减的呀 你看,我妈可爱撕的,你看 妈可爱前面都喝了 哎呦 那我蘸的这个 蘸蘸蘸蘸 吃上皮下肉,割血下来的肉就吃了 我刚拿着盐吧,蘸蘸蘸 不知道谁吃到吧 我吃一个 不是我吃到吧 手指盆子吃,吃牛肉 哎呦,看我哥这个 慢慢吃,做绝一会儿 嗯,别着急 嗯,马小姐厉害,马小姐那辣子敢吃嘛 嗯,倒是嘛 嗯,倒是嘛 哎呦,嗯 嗯 妈妈,这要辣 油香是吧 嗯,这叫油香,不要辣 我那喜欢吃甜的 我说想这样,你再辣了 把那油的 把这一块给 那一块 哎呦,哥 没事 给你把这帮助来吧 你可以 我来给你 把你的帮助 心里太大 哎,就是这种攒进东西 嗯 你把牛叫给你这个胖牛 哈哈 咋子 你把牛吃放不定是可以炭牛了 这一块真的 对 这牛股骨的嘛 嗯 我再想一口 这才是牛 嗯 咋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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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辣子 我去脚子就擦 这个是虫 虫 虫 这就火了 三点多 我大火去脚了 我去脚子都 快要自己擦得紧了 我要折个 就不吃到